那我们解释了天空光位什么是蓝色的 那么这里呢我们来讲一下啊 讲一下这个到底这个 慢反射光源啊和这个阳光指射情况下呢 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差异啊 以及如何通过这个这种差异呢 去营造一种真实感啊 这里呢算是一个补充的一个比较理 就是说一个比较理论的一个知识 但是这个知识呢理解起来呢也会比较 相对来说如果以放在第一阶段来说的话呢 会比较难但是呢 还是跟大家讲一下这个理论知识 因为这个理论知识我觉得会比较重要 如果你现在有了这样子的意识的话呢 那么在未来的话呢 对于你的绘画来说呢 会帮助会比较大 首先来解释一下啊 这个慢反射天光是什么意思 实际上慢反射天光呢 就是指的是阴天光源啊 阴天的光源 阴天的这种环境 也就只是指那种阳光 就是穿过了比较厚的大气粒子 反射后形成的慢反射的天光 也就是说天上的云彩特别厚 刚才我们讲过嘛 波长较 波长较短的这个蓝色光子啊 在穿过这个比较厚的天光的时候呢 它就会就是向四面八方散射 四面八方进行散射 那么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天气啊 所有的天气呢 当然就是偏蓝的啊 偏蓝的 那么呢 这种阳光直射呢 可能也就是指这个阳光直射呢 也就是指这个云层啊 比较薄 云层比较薄 我们的这个太阳的光线啊 穿过这个云层比较薄的这种 这种环境下呢 那么会直接在物体的亮面啊 形成物体的亮面和暗面的形成 比较清晰的这种影子 那么暗面呢 就是偏蓝色的 也是受到过这 也是受到了这个慢反射的影响啊 也是受到了慢反射的影响 那么在现实世界当中的例子呢 你就看这两张图就OK了 那么慢反射的情况下呢 形成的影子呢 是比较柔和的 形成的影子比较柔和的 那么在这种阳光直射 那么我们把这个 你可以理解为这个慢反射 就是阴天啊 阳光直射的情况呢 就是晴天啊 晴天情况下呢 形成的影子呢 就是比较清晰的 比较清晰的 那么你看这张图呢 你就能理解啊 你能理解就是慢反射 这是慢反射啊 左边是慢反射 右边呢 是阳光直射 阳光直射的情况下呢 就是所有的光线呢 它会穿透 云层 然后呢 云层会比较薄 或者说是没有 那么光线会直接照射在物体上面 那么形成了这种清晰的投影 以及清晰的这种表面的 明暗交界 那么慢反射的话呢 则是在这个 光线啊 传播过程当中呢 会有大量的光线的 实际上的四面八方 啊 所 就是说 所 散射啊 那么形成的影子呢 是比较 模糊的 那么物体的表面的 明暗关系呢 也是比较 就是柔和的 也是比较柔和的 但是不管这两种情况啊 不管它是 呃 慢反射呢 就是阴天光 还是阳光直射的这种晴天光源啊 它们所有的一个原理都是 顶面是最亮的啊 顶面是最亮的 就是 呃 这也就跟大家说明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光源 不管是什么样的光源 只要你光源照射到 就是说跟你 就是照射到的那个表面啊 表面 始终是朝向那个光源的是最亮的 朝向那个光源那是最亮的啊 记住这一点就行了 那么其他的面呢 它就会有衰减 或者说是暗面 所以这就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慢反射天光的特点啊 就是顶面射光多于侧面 你看啊 这个比较好理解吗 你光源从什么地方入射进来 那么相反的地方呢 它就会 那么照射不到的地方 它就会偏暗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啊 这张图你就可以看到啊 它整个画面呢 其实是一个比较亮的一个调子啊 那么即便是在这种亮调子里面啊 它也是顶面收光啊 多于侧面 注意看啊 这个建筑的顶面 还有建筑的顶面 还有所有的顶面啊 你可以看到这些朝上的面啊 然后我这里呢 用红色标出来了 绿色呢标注的是侧面 然后红色标注的是顶面啊 绿色是侧面 然后红色标注的是顶面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始终是顶面收光啊 多于侧面 这是慢反射天光的啊 第一个特点 那么其实不管是慢反射天光 还是 就是 慢反射天光嘛 就是阴天天气 然后呢 晴天天气 它都是这样子的一个特点 取决于光源的方向 然后慢反射天光的第二个特点呢 就是它的明暗对比弱 没有明确受光形状的阴影核心 然后投影不清晰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两张图啊 这张图呢 是一个阴天下面啊 或者说是我们叫做慢反射天光下面的一个 环境 你能看得到这个飞机表面的阴影啊 还有它的投影呢 都不是特别清晰的啊 而这张图呢 就是一个强制光下的一个飞机 你能看得到 阴影和投影呢 都是非常清晰的啊 所以说你要画 画东西的时候 你就要想到 比如说你的角色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光 是你是画的慢反射光 还是画的这种很强烈的光线啊 你自己要去分析一下 两种光线 就是说你啊 还是要去回答一些问题 到底你是画的什么样子的一个光 是柔和的光线呢 还是这种强烈的光线 柔和的光线呢 那么形成的投影就是这样子的 那如果你是画的角色是 形成这样子的投影 然后物体表面的结构呢 又是这种对比很强的 那就是错了啊 错了 不符合逻辑 然后看一下啊 这张图 这张图呢 就是左边这张图呢 就是会 就是一个什么呢 就是一个 慢反射光线下形成的 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啊 右边的这个图呢 是一个强烈的 一个日光光照环境 你能注意到这个角色脚底下的 这个很清晰的一个投影啊 注意这个角色脚底下很清晰的投影啊 还有他这个角色这个衣服上啊 衣服纹路上面的一个投影啊 都是比较清晰的啊 对比比较强烈的 那么反而这个 这边这张图啊 它是一个室内景啊 注意它 你就看不到它这个角色 上面的一个比较清晰的一个投影啊 比较清晰的一个投影 原理就是这样子的 慢反射光源下面啊 物体就是说你的光线呢 是到处发散的 所以说它形成不了这种 很 映朗清晰的这个投影 那么 这种强烈日光照射下呢 形成的光线啊 它就会形成这种 边缘 很 映朗的这种投影 原理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注意到第三个啊 然后慢反射天光的特点 那么就是突出的结构受光多 凹陷的结构受光少啊 这个也比较好理解 就是你看这个山洞吗 月道里面啊 即便是它 就是怎么说 它即便你 你注意到这一圈 注意这一圈啊 注意这一圈啊 你能发现这一圈的是偏绿的 偏亮的啊 即便是它这个地方 没有受到光线的影响 那你还还是能够看得到东西 这是因为 你能把这个 我们把这个红色的光线 作为这个 一个入射光线嘛 它会在这个 它 它会这样子去照射啊 就沿着我鼠标的这个方向 去照射 沿着我鼠标的这个方向呢 进行 照射 然后它会往上弹啊 往上反弹这个光线 会往上反弹 但是越到里面越到里面 它的这个光线呢 你注意这个 就越 就说越来越能够受到这种光线 散射的影响的区域就越来越少 所以说你看山洞就是里面越来越黑 越到外面的就会越来越亮 即便是它投影的部分也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在表现那种 表现就是说人你画角色 就是说会有这种 你会画一些凹陷的结构嘛 那么你就要注意这么去表现了 就不要把它画成全是一圈黑的 你画成一圈黑的话就会有问题 你看这个红色的光线 慢慢慢慢的 它就会衰减 你看一下 这也是这个道理比较明显 如果一个结构凹下去了 那么肯定是这个凹下去的这个结构呢 受光会少 那么凸出来的这个表面呢 它受光面就会多 那么明显的就是一个亮一点 一个暗一点 一个亮 一个暗 但是有些同学在画这种结构的时候 肯定会把它画成这一片都是黑的 没有结构 这个就需要大家注意一下了 但是这个呢 我们具体以后画的时候 大家肯定会犯这种错误的 你可以看到这个 把这张图也是这样子的 熬下去的 结构受光少 然后凸出来的这个结构受光多 这个也是这样 然后我们来讲第三个 慢反射天光的特点 就是这个呢 涉及到一个另外一个知识 这个也先给大家提一下 就是大家只要记住这个 这个特点就行了 物体和物体相邻的部分 然后受光会少一些 大家看到这张画面当中 这个画面当中 你会发现墙角两个面相接的地方 这个地方变暗 然后呢 这个床单搭下来的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你床垫 还有这个地方会变暗 然后这些地方没有物体的地方 没有物体影响的地方 比如说你看这个床的这个地方 就很亮 就很亮 还有枕头的这个地方就很亮 那么也就是说呢 就是这个场景呢 它是一个很均匀的照明 所谓的均匀照明就是什么呢 所有物体表面受到的光照是一样的 但是呢 是某些物体阻挡了 本应该投射到其他物体 表面的光线 实际上就是物体与物体之间的相互遮挡 相互遮挡 结果呢 就是造成了光线被阻挡的地方 变得很淡 那么越多光线被阻挡的表面也就越暗 那么你看到啊 这个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张图当中 表面最暗的地方集中在哪里呢 你看集中在这个床单 就是 这褶皱形成的最强烈的地方 还有就是这个枕头下面啊 因为有有之前的这个物体 有上面的枕头去遮挡住它啊 这个地方是最暗的啊 这个地方是最暗的啊 你看还有这个地方 床垫和这个床啊 之间的这个位置 因为光线嘛 把它的这个本应该投射到的这个物体上面的光线呢 给遮挡住了啊 还有就是你看这里也是啊 你看这里的光线呢 也是比较柔和的 形成了一个很柔和的一个投影 你看最暗的 然后这个这个区域呢 就整体来说都比较暗啊 因为你看有这这些物体呢 就把这些光线呢 它周围的物体就把这些光线呢 给阻挡了 所以说这个这个区域啊 就整个区域都比较暗 你看这个区域 这个需要大家提前去理解一下啊 建立起这种意识 下来的话呢 其实大家可以拿着这个PPT反复的看几遍 分析一下就是老师给大家讲的这些内容 就是要完完全全的消化掉这些内容 还是需要一些时间的 那么呢 看一下怎么去绘制啊 这种慢反射光线下的一些物体啊 一个物体啊 嗯 那么你就注意啊 这种慢反射光线下形成的物体呢 它表面啊 不会有很强的对比啊 你注意看到黑白灰三个面 它不会有强对比 那么它形成的投影呢 也是种比较柔和的投影 当这个物体啊悬空的时候 它是这样子的状态 那么它一旦它 就是说和我们的这个表面啊 说你画在一起 那么投影呢 就会啊 投影就是朝着这个方向对吧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会形成一个由下至上的这样子的一个渐变啊 就是刚才跟大家讲过就是你看刚才的那张图就是物体与物体相接的地方啊是最暗的地方 那么你看啊这是我们把它理解为地面和这个物体 好连在一起了 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一个最暗的一个区域 那么我们再有一个新的物体加入的时候啊 那么这个物体和物体相接的地方呢也就会也是一个最暗的一个地方 你始终记住这样那么我再加一个物体啊同样的也是物体和物体相接的地方最暗啊 你看啊 你可以看一下啊 物体和物体相接的地方是最暗的 因为刚才已经说过嘛 就是说光线呢均匀照射的时候呢 好有物体去阻挡光线那么那么本来应该照射到这个物体上面的光线呢 就会越来越少 这是一个绘制一个慢反射啊 的一个天光下的物体我们就这么去绘制 好 那么你可以看一下啊 就是说张 但这张图可能两张图呢 有一点点不清晰啊 这个你们可以下来拿着PVT啊 自己去看一下这两张图 你看这个建筑啊 这个建筑啊 这个建筑和下面这个建筑相接的地方啊 就会由下至上的有一个明暗的衰减 有一个明暗的衰减 这边也是 由下至上有一个明暗的衰减 那么这张图也是这样子的啊 两个物体相接的地方啊 两个物体相接还有凹下去的这个结构也是由下 这是由下至下的有一个明暗的衰减 这个图不是很清晰啊 大家可以下来自己再看一下 总的来说就是物体和物体相交集的地方会比较暗 这个也是由下至上的有一个衰减 大家可以下来的时候可以拿着这个PVT呢 去仔细的研究一下啊 仔细的研究一下 仔细的研究一下 你看这个地方也是整个角色啊 它是由下至上的有暗变亮的一个过程啊 最亮的地方集中在这个头头顶 最亮的部分集中在这个头顶 好这里呢我们就把一个慢反射天光的一个绘制呢 跟大家先粗讲了一遍啊 后面呢我们还会就这个课题啊 就是引到我们的具体的一个绘画当中的啊 这只是给大家讲一下这种慢反射和直接反射的啊 慢反射和这种阳光直射 我们可以把它简单的理解为阴天和晴天的这两种不同状况下的一个绘制 就这么去理解就可以了 但我们后面在具体化的时候啊 嗯就会运用到这种 就会运用到这种绘制的一个方式和思路 这个我们具体到时候我们还会 反过来去讲的 就会运用到这种绘制的一个绘制的 就会运用到这种绘制的绘制的绘制的绘制 绘制的绘制的绘制的绘制